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吃言论 我最近想把这辆S-Class一系列的修复玩的过程拍成小短片分享给大家 这辆车买回来因为本身的机械素质都还蛮好的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做一系列的整备 再等情怀车中心开议 然后这辆车我回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解决听歌这个刚需 因为这辆车太老了 没有蓝牙也没有AUX的接口 所以以前只能听CD 音效还是挺好的 天空声道 怎么样是挺好的吧 但是听CD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像01年的这张专辑 这一张CD其实只有三首歌我是真的喜欢听的 至少还有你当爱一生往事和听说爱情回来过 其他的 所以这就很麻烦吧 但是这辆车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听歌的方法 就是它有一个CF卡 这个是CF的一个卡套 卡在这里 虽然说这上面有奔驰的logo 但是山寨的 华强北做的 很便宜 一百来块钱 它的卡套在这里卡槽 我把它插进去 然后呢就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了 因为这个东西读卡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我把之前它内置那些乱七八糟的 有的没的抖音神曲给它删掉之后 读卡速度快了很多 但是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这张卡里面是下了各种无损音乐的格式的 有APE格式 有WA格式 但是它都读不出来 只能读MP3 但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这样的 给大家再听一下音效吧 是不是声音都开始变得粗糙了 没有CD的那种听歌的效果好 但是也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的 其实这就是玩老车的乐趣所在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现在很多理所应当的 看起来很正常的东西 它就用不了 需要你开左脑筋去找资源 来实现它现在相应的功能 现在这辆车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弄的 比如说主驾位 还有老板位的 我要是进入是坏掉的 这个空调出风口散了 包括机脚胶也要更换一下 所以很多东西需要去玩一下的 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